渡兰特为什么会在2019年夏天 毅然居然地离开勇士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事情 很多球迷认为 当年格林那句 在你来之前我们就是总冠军 就是导致渡兰特离开的终极导火索 可是时光荏苒 当两年后 杜兰特和格林携手拿到奥运会金牌后 再次面对面相聚时 两人也是敞开心扉 重谈就是 近日 美国媒体公开了格林和杜兰特之间的专访内容 显然 杜兰特和格林那次争吵 以及杜兰特离开勇士的真实原因 是这次对话的吸睛部分 杜兰特和格林的那次争执 发生在2018-19赛季 勇士与快船交锋当中 当时 勇士本有机会 在最后时刻将对手绝杀 但格林和杜兰特却在场上 就如何进行最后一攻产生了分歧 导致球队输掉了比赛 输球不是什么大事 要命的是比赛结束之后 格林和杜兰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其中 格林更是说出了那句 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是冠军了的话语 而后 杜兰特和格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后者也被球的竞赛 杜兰特则是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 离开了勇士 加盟了拦网 当时 不少人认为 一向敏感杜兰特 很难接受格林的说辞 这也是导致他最终 离开勇士的直接原因 但杜兰特表示 自己离开勇士 并不是因为那次 和格林之间的争吵 在他看来 真正令他感到心灰意冷的 其实是勇士管理层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 当时的勇士管理层 是怎么做的呢 球队主教练克尔的表现 就好像球队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而球队老板麦尔斯 则是试图殉打杜兰特 这样似乎就能把事情 都搪塞过去 而这样的做法显然 让杜兰特感到不满 他还举例 最后一舞当中的小段 公牛王朝时期 皮鹏在最后时刻 拒绝上了时 球队在更衣室的所有人 都站了出来 大家开诚不公的交流 可是勇士没有这样做 勇士管理层 没有把所有的话 都放到台面上讲 没有将杜兰特 和格林之间的矛盾打开 反而一直在绕圈子 这是非常奇怪的球队氛围 也让杜兰特 觉得非常不舒服 要知道 在加入勇士的时候 杜兰特就遭受了 非常大的质疑 因为当时的勇士 已经是一支 比较成熟的球队 很多人都在质疑 半路加入了他 究竟能否融入 这支球队 而勇士管理层 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 再度展现出了 对待队内不同球员 亲疏各异 格林更像是一个 自家犯错的孩子 球队管理层 还找他谈话 让他道歉 而杜兰特像是一个客人 连一级被管理层 叫到跟前 何解的机会都没有 这才是 罪令杜兰特 最无法接受的事情 可以说 格林的争执 强化了杜兰特 离对的情绪 但是真正让杜兰特 感到心灰意冷 决定离开勇士的 还是勇士管理层 对于这次争执的处理方式 如果当初 科尔和麦尔斯私底下 找杜兰特谈谈心 化解这些内心情绪 或许杜兰特就不会走 我们都知道 杜兰特是一个 情绪感十足的球员 只要一切谈开了 给予杜兰特肯定 面对面和格林握手言和 相信 那一次的争吵事件 就能完美解决 那么他们也就有望 创造更多 属于自己的王朝霸业 既然最终不欢而散 杜兰特是否会对 当年加盟勇士的选择 而感到后悔呢 虽然在18-19赛季结束之后 杜兰特选择了 离开晋州勇士 离开那支 曾经和他并肩作战 三年的球队 但对他来说 那是再给他 一百万次机会 也仍旧会选择的地方 在勇士效力三年 杜兰特在那里 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首个总冠军 也是在那个舞台上 他第一次真正成为了 令人瞩目的超级球星 而且 他认为自己加入勇士 是一个篮球决定 因为归根结底 他还是觉得 自己和那支勇士 是偏左之合 非常适合这支球队的体系 以及在攻防两端 打球的方式 因此 当他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的比赛的时候 他发现 加入勇士 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选择 他自然不会后悔这个决定 哪怕他也承认 这个决定有点出乎于 我不在乎你们怎么想的意思 而除了聊到 有关篮球的问题之外 格林和杜兰特 还聊了不少场外的话题 尤其是 在聊到社交媒体问题的时候 杜兰特表示 自己只是喜欢 跟网友互动 他没有炫耀 军权和力量 只是聊了篮球 而这也就是 为什么杜兰特 会有如此多的支持者 不仅仅因为 他在场上 无解的球技 同样 也因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杜兰特是一个 非常真实的人 出入联盟那几年 杜兰特还有打造人设的意愿 但现如今 他已经彻底 放飞了自我 当然 这似乎也与他始终没有成家 没有孩子有关 在和追梦对话的过程当中 格林也和杜兰特 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对话 杜兰特也是坦言 自己最终会要孩子 只是目前 想要专注自己的工作 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 也就是说 按照杜兰特的想法来看 他可能会打算 在退役后再成家 我们都知道 在NBA中 也有不少球员 是在即将退役的时候 才迎来孩子的降生 比如说诺维斯基 他曾经因为儿子 更喜欢擅长扣拦的鲍威尔 与梅杰里而感到不爽 并且 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 然而 杜兰特反倒是 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他不希望自己做的一切 给孩子造成任何压力 他希望 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 但现在这个问题 对于杜兰特来说 还是为时过早 毕竟 如今杜兰特还没有成家 依旧处在 不停给美女点赞的阶段 孩子的降生 可能还需要再等上 那么几年 离开勇士之后 杜兰特依旧把带领 蓝网争冠 当作自己的目标 2020-21赛季的失败 势必会激发他在新赛季 有着更为强劲的夺冠动力 除此之外 杜兰特还需要自己 能够享受当下的每一天 我经历了太多事情 我只是想接受 每一次的新的体验 享受当下 我不会追逐幸福 我只是保持平静 以上就是 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 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